Hello 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到新潮民頻道格仔 Santino 郭靖彤在這裡 大眼在這裡 今天我們就要說中國以德報願 現在用奇招突出 去到破蔡英文政府的封閉政治措施 歡迎台灣人 來到祖國打苗苗 現在中國開放了兩個城市 而且打這些苗苗是完全免費 消息一出來之後 台灣省的新聞就立刻拍到 有很多台灣省的人 排了長龍 去到祖國打苗苗 究竟整件事是怎樣的 我們轉頭回來看看 再之後的就是 民政處今天突擊檢查 那些黃區議員的辦事處 就指到他們在6月4日當日 就做了很多跟地區無關的工作 例如派發一些六四的T恤 還有派電子蠟燭 事件一出來之後 那些黃區議員 又找到不同的藉口去抗辯 究竟他們找了什麼藉口 我們轉頭回來看看 跟著就是 數有東方之珠之名的香港 今天竟然淪為荒謬之珠 一個犯了罪暴動的飛機師 竟然還可以開飛機 那究竟整件事是怎樣的 我們稍後跟大家分享一下 再之後就是 德國強烈譴責匈牙利 為什麼在德國帶頭 借著香港完善選舉制度這件事上 打算大做文章炮轟中國的介入 為什麼匈牙利不幫忙 還要用他的一票來反對 導致德國帶頭歐盟去干預香港 干預中國的如意算盤打不響 但是與此同時 在匈牙利的首都布達佩斯 他們的市長就帶頭反對 在他們的市內興建這個復旦大學 還拉了成千個匈牙利的搞事者一起舉牌抗議 那究竟匈牙利這個國家 是支持中國還是反對中國的 稍後跟大家解釋清楚 在節目開始之前 記得分享讚好留言訂閱新潮民頻道 新潮民2.0頻道 以及我們的Facebook專頁 正當台灣省政府 用到疫苗政治化的時候 我們祖國都知道 台灣省寧願政治掛稅 都會視人命如草戒 不會被台灣省的人打苗苗的時候 中國就騎兵突出 想了一招絕招 既可以照顧一些無辜的台灣省人民 又可以令到台灣省政府 再次醜出國際 就在近日 有一個消息說 原來中國早日已經開放了上海 和廈門兩個地方 就給到 持有台胞證的台灣省人民 免費來到這兩個城市 去打苗苗 而且這次打苗苗的費用 是完全免費 加上 已經承諾到 一定有兩針打 上海市那裡 還特地為了這些台胞 去到開放一條綠色的通道 專門給他們過去打苗苗 消息一出了之後 台灣省人民 就排了長龍 全部都想飛去祖國那裡 去到接種苗苗 之前也有消息說 很多台灣省比較有錢 能夠負擔得起的人 都會選擇去美國打苗苗 截至昨天的數據 大概就有18000個台灣省人民 就飛去美國那裡打苗苗 但是今天再翻查數據一看 不看油字河 一看的話 竟然 有四萬多個台灣省的民眾 已經飛去祖國那裡打苗苗 其實這樣也不奇怪 因為祖國的這個策略 其實就不是近期的事 早就在台灣省一爆發這個病情的時候 祖國就已經開放了這個措施 但是為什麼這宗新聞 近期才被人挖出來呢 就是因為台灣省有一個明星 高調地打了苗苗 而且在打完苗苗之後 還將這個消息 上載到他自己的社交平台 舉起手指弓 大贊 這個人是誰 這個人我想大家都聽過 這個人就是長期 在很多內地的節目出現過的台灣歌手蕭敬騰 正常有腦的人都知道 回到台灣省打苗苗苗 就等於不用打 不是說你有錢就可以打 這位歌手蕭敬騰 就在微博那裡分享了 他打疫苗的時間 還拍了一條片 打完疫苗之後 還要在針孔那裡貼一塊OK的膠布 然後還脫上口罩 和祖國的醫護人員開心合照留念 當這件事出來之後 台灣省的人 索時之間就醒覺起來 對 其實我們可以回祖國打苗苗 為什麼我們想不到 既然台灣省都拒絕了祖國的好意 我們不要陪他瘋 我們自己去打 可能有人就會說 不是吧 那麼多台灣省的人去上海或者廈門打苗苗 那不是很危險 當然 這些來到祖國的台胞 他們需要隔離21天 然後才可以安排被打苗苗 現在來到祖國打苗苗的人 通常都是台灣省比較理智的那些 例如一些台商 還有去到祖國讀書的台灣學生 還有竟然連台灣的政府人員 都飛去祖國打苗苗 看來身體才是最誠實 一般民眾怎麼會理會政治 最近台灣省有一個黨叫做新黨 前主席都去了祖國打苗苗 而且公開呼籲到 民進黨當局在台灣人民最需要的時間 離棄了他們 大搞意識形態 一心搞台灣獨立 所以他覺得不可以再陪他瘋了 現在他就呼籲到台灣省的民眾清醒過來 一起去祖國打苗苗 不僅台灣省的前黨派主席這樣說 台灣的另一個明星潘美辰 他也公開呼籲到祖國打苗苗 事關他已經完成了整個打苗苗的流程 他還說到祖國的醫護非常專業 而且打苗苗的過程之中 醫護得知他非常怕痛 還特地另外安排了中醫師幫他細心解釋 說整個打苗苗的過程一點痛楚都感覺不到 感覺到這裡很有愛 看來台灣省的人特別喜歡把很有愛掛在嘴邊 祖國這個行為簡直就是以得報願 既然你台灣省玩政治 就拿台灣省的人來教票 好 我就不跟你玩政治 現在我開放自己的城市 給台胞過來打苗苗 看一幅圖就知道 大排長龍 那你台灣省政府情何以堪呢 你問到這班人 想不想台灣回歸 就未必過個肯 但是說到打苗苗了 你問問他們去不去 所以普通民眾 是不會陪你蔡英文瘋的 你醒一下 不過說到瘋的話 近來台灣省有一個人 都說了一些很瘋的言論 就是台灣省 一個很資深的傳媒人說到 香港有很多人都不打苗苗 將會有百多萬支復必泰 是沒有人打 將要棄置 不如這樣吧 我們台灣省都接收了不少你們香港的黃絲 既然我們都這麼朋友 不如 特區政府就像祖國那樣 開放一條綠色通道 給我們台灣省的人 就過來接種苗苗 這樣有得想 我們之前台灣省這麼幫你們 如果你們特區政府 就將這些不用的苗苗 捐給世衛的排隊系統 未必到我們台灣省排隊 現在我們台灣省有需要 之前有這麼幫你 你是不是不幫我 看來這個人 真是瘋了 你先搞清楚 特區政府是19年搞事事件的受害者 跟黃絲不同 撇開政治層面來說 我們香港是沒有這樣的容納能力 去到給你們台灣省的人過來打苗苗 不知道你這番言論 又是否想搞小動作 講開很多人都不去打苗苗 接下來這百多萬劑苗苗 將要捐給世衛這件事 今天 尼泊爾駐港總領事館 正式向特區政府提出 可不可以把這些不要 捐出去給世衛的苗苗 給了他們尼泊爾 因為尼泊爾 現在就爆到七彩 因為尼泊爾捱著印度 兩國交往頻繁 以現時尼泊爾現在的地位 叫他們排苗苗 真的等到天荒夜老 而且印度那邊的病情 舉小矚目 反而令到很多國家 都忽略了尼泊爾 尼泊爾那裡說到 由於在香港那裡 一直以來都有一班 已經當了香港是家裡的尼泊爾人 尤其是那些居家兵的後裔 所以會不會透過這個關係 令到特區政府網開一面 將其中一批苗苗 可以直接捐給尼泊爾 我覺得特區政府也不妨考慮 因為事關香港真的有很多尼泊爾人 而且尼泊爾 都不是一個搞搞鎮的國家 我覺得他是底幫 而且尼泊爾是一個山區上的國家 他們的資源是比較貧乏的 有時常受到印度的欺凌 作為輪郭的我們中國 要幫幫這位朋友 幫幫這位鄰居 對於我們來說 又沒有傷害又能幫到人 其實也是做一件好事 說到做好事 有很多人不是這樣想 例如 香港某個媒體 我們可以叫做暗報 不是很光明的報紙 大家明白了 那份報紙 明白 這份報紙 之前 就說到17歲少女 中了英國變形金剛之後 就一口咬定 這位少女和她的家人 她的中招個案 一定是來自於深圳 而且要求到 政府那裡 立刻將深圳和香港的關口封閉 很明顯 這份報紙就是政治立場 根本完全不去做任何研究 就說出這番言論 事隔幾天之後真相大白 理工大學研究發現 這位少女身上戴著的重招變形金剛 就和深圳的個案作出一個基因的對比 就發現了 他們之間有十幾個基因的特變 都是不同的 意味著根本完全不可能 有直接的傳播關係 反而團隊估計 應該是之前 有一些從機場進來的人 由於過了21日的強制隔離之後 都未能夠驗出任何東西 所以就走漏眼 因此就帶到社區那裡 再傳染給這位少女 所以說 這份暗報 就一點都不光明正大 枉你還是老牌的報章 連功課都不做 一味政治掛稅 你不如搬去台灣省發展 順帶一提 這些台胞 去到祖國打的苗苗 就是我們的國藥苗苗 你當台灣省的人民傻嗎 真是你蔡英文政府說到 國藥和科興是不合格就不合格 連世衛那裡才剛剛緊急批准了科興使用 不是你蔡英文說什麼就說什麼 接下來這兩隻苗苗 都會進入國際苗苗排隊系統裡面 到時候進入這個系統裡面 你們台灣省也在排隊 不知道你們能否拿好 接著就是一個犯了罪動暴的飛機師 竟然還可以開飛機 大家說是否荒謬 而這件這麼荒謬的事情 就和前年的7月28號 發生的上環衝突有關 而這宗案件裡面就拘捕了15個被告 昨天就在這個西九龍的裁判處那裡開審 這15個被告裡面 除了一個人認罪之外 其餘都是不認罪的 而且在這群不認罪的人裡面 其中有一個被人拘捕的時候 還是職業飛機師 他的名字叫做廖仲賢 他當時任職港龍航空 當他出去搞事的時候被人拘捕了 就竟然可以獲准保釋 雖然保釋條件說明不可以離開香港 不過他之後仍然在國泰港龍上班 還可以參與駕駛飛機 去到歐美的航線 這個新聞一出大家當然是嘩然 有一個國泰的飛行常客 很不滿 當時就不斷向國泰航空投訴 說到自己不放心 究竟一個犯了這麼嚴重的罪行 雖然未判定 不過在保釋期間的嫌疑犯 如果他繼續駕駛飛機 會有什麼影響呢 首先我覺得航空安全方面 就真的出現了很大的問題 因為這位被告 廖仲賢 他犯的就不是一般的罪行 他犯的是罪動暴 而且在犯案過程裡面 他表現出他自己非常激動 情緒是近乎失控的 還可以用到完全失去理智來形容 再加上他反社會的思想 如果被一個這樣的人去操縱飛機 會是很危險的事 而且飛機又不同一般的交通工具 飛機上的每一位乘客 航空公司都有他們的資料 我們假如 這個廖仲賢剛好開的那班飛機 上面的乘客就有高Sir和黑超哥 那他會不會因為大家的立場不同 去趕高Sir或者黑超哥下飛機 又或者他思想編擊 認為自己身為一個飛機師 有能力騎著飛機 以及劫著飛機 就以這些東西作為籌碼 在空中盤旋的時候 就要求政府去答應他們的黃人訴求 如果不答應 就將高Sir由高處sir下去 或者將黑超哥和黑超 和黑盒一起 石沉大海 這樣是不是會影響乘客的安全呢 再說 就算他自己沒有想到那麼偏激 但是在這個人的腦海裡面 就已經存在了一些反中的思想 駕駛飛機有很多目的地 難免會去到我們中國內地的城市 而這樣 就影響了我們國家安全的層面 而這個廖仲賢 他身為一個飛機師 再加上他有這些思想 也難免他會成為那些客人分子 去招攬的目標 對 你知不知道 飛機可以隨時搖身一變 成為強大的武器 一會兒這個廖仲賢想不開 去拆掛一單 一條狗 兩條一 那怎麼辦呢 沒錯 由一個這樣的人去駕駛飛機 真的會引發很多安全的問題 我們撇開一些安全問題不說 他是一個大罪之人 而且到今時今日 上到法庭他都是不認罪的 你想想他當時 他是多麼堅定他自己的犯罪信念 我們這兩年都看到 很多犯了事的黃人 是一走了之 所以也難免這一位廖仲賢 他會為了逃避法律的責任 利用他飛行員 飛機師的身份 去逃跑也不一定 因為近水流台才得瘀 上到飛機就他控制 他想去哪裡 沒有人管他 到時真的可以大條道理走出關 飛到他想要去的目的地 落地衝進去人家的機場 就說自己被人迫被人害 另外就是 當時事發的時候 還沒有病情的出現 那時候的空中交通都尚算正常 沒有封關 而他們航空公司有時飛一些比較遠的航班 是會有Layover的 即是外站的停留 一般會停留幾天 當他飛到這些地方 停留了 他可以不上機不回來香港 到時就沒辦法再傳召他回香港的法庭受審 不過恨好 這一年因為病情的問題 再加上他做的航空公司已經倒閉了 也不知道是他黑還是航空公司黑 所以他現在就沒得飛了 所以 我們香港政府是不是可以考慮一下 有一些犯了嚴重罪行的人 例如他們有些歷暴傾向 他擾亂社會 想倒轉政府那些人 若然他們被捕 就算有得保釋也好 是不是要立例不准他們從事一些駕駛公共交通工具的行業 因為以他們這些人的攬炒性格 隨時所有公共交通工具 上至飛機 下至一輛人力車 都可以成為他的武器 甚至乎可以立例做到取消他們的駕駛執照 莫說犯了罪 有時候我們不舒服 吃了一顆感冒藥 包裝盒都說明 不可以駕駛車輛或者機器 何況這個廖仲賢 吃了整條罪暴動在肚子上 所以特區政府真的可以考慮一下我們新潮民的建議 再之後的就是 今天有消息說到 有民政署的職員 就去突擊了那些黃色的區議員 就去到他們的辦公室搜查 事關 就是因為這群黃區議員 在六四那天搞搞鎮 做一些和地方工作無關的事情 這群黃區議員叫他們六四不搞事 就不可能 不過他們搞事也有分網上 和在街上搞 其中有一些黃區議員 就在網上發出這個追悼文章 內容我相信大家都知道說什麼 還有黃區議員透露到 在六四當日 他自己的辦事處 有免費的蠟燭去拿 呼籲人去拿 而有一個荃灣區的黃區議員 林錫 還呼籲荃灣區的居民 叫他們關燈一顆鐘 而在這段關燈的時間 就點起他們辦事處派的蠟燭 還有一些更過份的黃區議員 他就公然在街上 派那些六四T恤 正當這群人 都認為做這種行為是沒有問題的時候 其實他們是收來大量市民的投訴 因此區議會秘書處 就在六月四日之後 突擊檢查了部分的黃區議員的辦事處 看看他們 是不是市民投訴到的 用作非區議會用途的情況 還有其餘部分 總共三十個黃區議員 也收到民政處的電郵 就說到他們當日的行為 已經在做一些 和地區工作無關的事情 所以不排除經過審視之後 會暫停一些 他們辦事處的津貼申請 還有會扣他們的薪金 正當我們正常人聽到 都覺得原因很合理的時候 這群黃區議員 當然有他們的藉口 這群人就說到 其實派月餅 和好像近來端午節臨銀派總 一樣和區議會職能無關 現在派蠟燭的性質是一樣的 所以政府的做法是荒謬的 不可以這樣比較 因為派月餅和派總 那真是街坊有得益 因為月餅和總都可以吃 又可以應節 除非你這群黃議員 你派蠟燭之餘 你派元寶 我就覺得你沒有問題 還要調整日子 要在農曆七月十四附近 這群人派才合理 絕對不是新曆六月四日 所以這群人 真的爭吵也浪費 沒錯 你們都不釐清一下 你們是什麼身份 你們是地區的區議員 不是地府的區議員 據我說現在民政署 一定要對這群人強硬 發了警告電郵 拍照 齊了證據的話 不用跟這群人解釋 直接把他們這群人的津貼 還有人工 一次過扣了 沒有錢你看看他們做不做事 他們辭職 比台灣省的人更快 去祖國打苗苗 你說我說 再下來帶大家去歐洲看一看 我們香港 經過人大決定 完善了我們的選舉制度 歐盟那邊就以德國為首 乘機用這件事打算大作文章 來大力指責 誰知道 在他歐盟27個國家裏面 就有一票 來反對 誰呢 就是匈牙利 這件事 直接使得 德國的外長 慢慢 因為 已經不是第一次了 匈牙利已經過去兩個月來 三次 利用他的一票否決 來阻礙歐盟 對世界的事務 玩政治干涉 首先就是 耳巴的問題上 本來他們想著 聯同英國 美國 歐盟 整個多方面的一起調停 誰知道又被 匈牙利一票否決 為什麼匈牙利要這樣做 因為 他希望耳巴問題 他們可以真的 聽從 我們的外長王毅 去中國那裡調停 接著 歐盟那邊又希望 游說非洲 一起跟他們的太平洋 和加勒比海國家 結成這個貿易聯盟 而這個舉動 又被匈牙利 一票否決 為什麼 因為匈牙利就是不想 加勒比海的國家和太平洋的國家 被罵非洲 想留給中國 被罵 匈牙利這個國家 可以說是幫中國 已經幫到出面了 那麼 我們中國從來 以德就報怨 如果別人對我好 我們還湧傳相報 匈牙利這個國家 也是聰明 就遠在 中國要搞一帶一路的時候 他是歐盟那麼多國家 第一個飛撲出來 和中國合作搞一帶一路 終於出城了 在匈牙利的首都布德佩克斯 和塞爾維亞的首都 弄了一個空塞鐵路 預計投資有18億美元 這個鐵路對匈牙利和塞爾維亞 當然是一件非常天大的喜訊 除此之外 就在病情剛剛爆出來的時候 就在歐盟 他們有個 藥物的管理局 想去嫁入 核准哪些苗廟可以入 哪些苗廟不可以入 就在歐盟搞這些核准決定之前 匈牙利已經第一時間 大量進入中國的苗廟 至令到匈牙利現在 全民有超過50%的人 打了苗廟 他的國家可以在歐盟 在抗病率 明列前茅 現在 匈牙利打了苗廟的人 有超過500萬人 防病的人有超過50%的人口 他們很厲害 放寬他們的社交措施 可以有500人的聚會 可以搞婚宴 可以搞 賣牌延值 還有他們 出了一張叫做苗廟卡 有了苗廟卡 你還可以 去這個人口密集的地方去玩 去懿抱 有苗廟卡 有得懿抱 多開心 我們匈牙利現在 可以跟口罩說再見 真是羨慕死人 還有 匈牙利那邊 早就已經跟中國博取合作 就在匈牙利生產我們中國的國藥苗廟 預計在2022年 匈牙利可以做到苗廟自給自足 相信到時 還可以有權發出去幫人 所以在這樣的遺及條件下 匈牙利政府當然是撐中國撐到行 目前又有另一宗新聞 另一宗新聞就是 匈牙利的首都 布達佩斯 他們的市裏面 有個市長 市長叫做 卡拉索尼 卡拉索尼這傢伙的背景 我稍後跟大家說 他帶頭 去反對 市內興建福誕大學 就是說我們中國本來 打算在 布達佩斯 匈牙利首都裡面興建福誕大學 就讓市長帶頭 帶隊來玩抗議 為什麼市長會有這樣的舉動呢 匈牙利不是 跟中國很有友好的關係嗎 而市長的態度也非常之惡劣 就要脅 匈牙利的政府就說 如果你真的要一意估行建福誕大學的話 我就玩東西 和你把那些街 改了名字 改了中國最敏感的名字 自由香港路 薩賴阿媽路 維吾爾族的犧牲人士路 就改這些名字來挑戰權威 為什麼會這樣呢 表面原因就是 市內的人覺得 他們要支持建這個大學 是一筆很龐大的費用 這個龐大的費用 牽涉到18億美金 而18億美金的投放 是遠遠超過他們 本身他們國家裡面 提供在教育裡面的投資金額 表面上的理據就是這樣 其實就是政治行先 和立場掛稅 和受了西方世界的疏擺 要知道匈牙利這個國家 其實自從1989年開始 他們已經開始行這個多黨的民主制 即是西方那些所謂投票普選 本來一直都行得好地地 沒什麼 但當外國知道匈牙利 將會是 中國一帶一路的partner 他就一定要把人下來搞事搞煽動 而這麼巧 在2019年 布達佩斯 匈牙利首都選了這個市長 就是一個綠營的人 什麼叫綠營呢 就跟台灣的綠營是一樣的 他們就是打著 自由民主旗號 打著 保育環保旗號 反經濟 反精英 反建設 籠絡了很多在這個社會上撲屁的人 在這裡順便跟大家說說一些政治真相 就是 可能很多人都覺得 台灣那個民退黨綠營 就是台灣出來的 其實不是 其實這個全世界的綠營 都是來自一個叫世界綠營的組織 就是來自70年代開始 由這個英美勢力 他們開始發明出來的 這個布達佩斯的市長卡拉桑尼 他自己就是綠營的人 他就是來自這個匈牙利綠營 而匈牙利綠營就來自這個歐盟綠營 歐盟綠營的母組織就是世界綠營 跟台灣的綠營可以說是同出斯門 去年2020年的時候 台灣以為自己沒有事沒有幹 就捐了30萬個口罩 不是給匈牙利 是給這個布達佩斯的市長 這個同一斯門的匈牙利首都市長 當然是跟蔡英文一樣 然後就大感恩惠 就跟台灣 幫他在國際舞台上歌功頌德 就說如果蔡英文為首的台灣省 加入這個世界世衛組織的話 我第一個支持 當時匈牙利首都布達佩斯的市長還說 台灣可以說是這個世界防病的 很荔枝很榜樣 他們專業 有知識 他們如果加入 世衛組織 一定可以協助到全球 抗病的進度 他說這番話的時候 就是去年20年12月 我相信他小猜不到 去到今年21年的5月 台灣會這麼嚴重 不過你也不用怕 你也說得沒錯 卡拉桑尼 台灣直至到現在 依然都是關於這個病的 非常良好的教材 不過現在變成反面教材 但是不用怕 這些親美雙重標準 的政客 就很面皮口 這個時候他就想到另一個議題來吸引眼球 就是帶頭反對福旦大學 什麼都不要說 布達佩斯建福旦大學 能否建一回事 不如我們香港建一間 我很想進去讀 我們新潮民在 全力支持香港 建一所福旦大學 或者不用建 在香港八大院校 隨便找一間最旺 最不聽話的那間 然後改名叫福旦大學 用回校子和設施都可以 沒問題的 我們馬上去讀 所以大家可見 本來 中國和匈牙利的邦交好地地 其實遠在 前任的總理 已經是一個很好的關係 前任總理是2002年至2004年 那時候匈牙利的總理已經提倡 想搞這個 空中也好 不是天空中也好 是匈牙利和中國的也好 還想在匈牙利搞這個商語 就是說 除了匈牙利語之外 學習普通話和中文 在政治形勢 那麼緊張的最近 這位前總理麥傑熙 都出來 幫中國說他的公道說話 順便祝賀 我們的建黨100周年 他說 以一個政黨 100年之後 還可以有今時今日中國的活力 實屬罕見 但是當一個國家不刻意用了西方看起來很公平的民主普選的時候 就會搞這些大獲竹出來 選了這些布達帕市長的老鼠市 就搞砸了你一幫竹 現在這個市長還揚言說 匈牙利 2022年 即是下年 總理要選舉連任 他就有意參選 有意參選來挑戰這個總理 而匈牙利現任總理歐班就說 這個福旦大學 預計 在2024年就會完工 但是因為政治的問題 所以去到 總理大選 之後一年 2023年 全國就會進行一個公投 這個公投 就是投票 這個大學應不應該繼續 我們很希望這位總理 就可以連任得到 但是相信西方 美國 英國 歐盟 他們一定會在匈牙利境內 大量投放搞事資源 來捧他們這個綠營的候選人 萬一一個不幸 他們利用政治煽動的心理 來煽動一幫盤屁的人 即是大多數人來投票的話 匈牙利就會選出 另一個綠營的蔡英文那樣的人 順便多回答網友兩個問題 第一個就是 為什麼最近西班牙會和中國握握手 好像態度不錯 因為 西班牙自從6月7日起 就受不了 就要解封 希望歡迎世界的旅遊遊客 去西班牙旅遊 而他們 歐盟那邊的標準也放寬了 他們的標準怎麼算呢 就是 每10萬人有多少個個個案 以前就是每10萬人有25個個個案 來算的話 如果國家超過這個比率的話 就不可以出入 但是現在放寬到每10萬人75個個個案 放寬了這個比率的話 就可以容易接受這個遊客過來 西班牙這個國家來說 旅遊是佔它的國民生產總值 是12% 未算其他連帶出來的行業和產業 另外有些人就問 為什麼美國的大使館 在6月初四那一天 除了他們的窗口 放假蠟燭之外 為什麼舉旗的時候 也要舉起彩虹旗 大家都知道彩虹旗代表什麼 就代表什麼 同性多性 那些新的性取向主義 為什麼要這樣呢 就以匈牙利為這個例子 最近我們外長王毅 就跟匈牙利 塞爾維 外爾蘭和波蘭 會面 四國的外長 一起去見我們的外長王毅 這四個國家都將會跟我們中國建立一個友好的關係 就以匈牙利和波蘭為例 他們是很多很傳統的基督教徒 他們就受不了現在歐盟那邊提倡的 同性多性 跨性 這些性取向主義 所以他們是極力反對 歐盟那邊對他們的 新興的政治和思想影響 但是英美和歐盟那邊難道不是信天主教和基督教嗎 也是 但是他們其實早就已經把基督教和天主教這件事 在七八十年代已經包裝了 成為另一件事 來方便他們施政和方便他們玩政治 而他們 包裝現代化版的天主教和基督教 包含接納這些同性跨性多性主義 其原因其實就很簡單 為什麼香港你看到美國大使館會動過之旗出來 其實就是搞分法 人本來就分兩個性別 男和女 只要我把人類打散多幾個傾向的話 我就可以多幾個群眾來進佔 這個世界 就好像我把一個大國 打散他幾個國家 我把他進佔幾個的話 我對征服這個國家 指日可待 其實所有這些都是政治 今天我們的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林結束之前記得分享 讚好留言 訂閱新潮民頻道 新潮民2.0頻道 以及我們的Facebook專頁 我們今天的節目時間差不多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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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